李孝和阿昌在咖啡厅分别 回到车里就长舒了一口气 累 哪怕过了大半天 他还是浑身酸疼得厉害 李孝放低椅背 臂弯搭着额头躺了一会儿 朦胧间 他听到了手机震动声 小哥 在谁家 没 什么事 边境的线路图 我按照你给的思路重新查过了 虽然线索不多 但基本可以确定 是军部最高指挥官受益修改的 另外 还有一件事 萧叶辉 今早抵达了缅国 知道了 除了你和我的关系 他应该不知道 你在缅国内阁府的事情 不如 他知道 我去英帝的时候 用了单子里的身份 那他这次来缅国 不重要 隔天 二堂的考核如约而至 今天的涉及考核 是上午十点半开始 客厅里 却只有贺琛 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抽着烟等他 睡醒了 你男人临时出去办点事 晚点回来 吃完饭 不到十点 赫琛招呼 黎翘去了停机坪 抵达暗堂 射击场地 已经准备就绪 四周 人满为患 看热闹的 你好 黎小姐 我是二堂魏郎 二堂的堂主 魏郎 是商纵海心腹 魏昂的堂兄 黎翘和魏郎 寒暄了几句 紧接着 他就开始讲解 今天的考核规则 第一项射击 十人十枪 考核两个技巧 移动目标射击 和定点目标射击 每场结束后 得分最高者获胜 也就是说 黎翘需要在 两种技巧考核里 把其他九个人 全部淘汰 才能通过 第一项考核 第二项组装 十人十枪 同样两个计较 单手组装 和蒙眼组装 难度可以说 非常大了 魏郎很细致地 讲解了考核 规则和规范 可能是有了 一堂成末的前车之鉴 他絮絮叨叨 说了十分钟 生怕自己 落下什么重要步骤 临界十点半 商誉还没来 有信心 有吧 你就不能谦虚点 有必要 行 弟妹 你继续保持 这时 扶梯的方向 传来骚动 黎翘和赫尘 同时回眸 就见商誉 带着四助手 徐步走了上来 临时有点事 来晚了 不晚 唐主 一切就绪 随时可以开始考核 去吧